刚刚提到有关资料库分的应用 其实特别注意 因为其实Excel 它的最大问题就是说 它的资料量 Ctrl向下 再向下 它最多是1048576 等于是最多 可以放的比数是1048576 最多的比数 如果你的比数可能会超过这个数量的话 那还是建议你 你用那个所谓的资料库 会比较好 OK 那另外的话当然 如果你的资料量很大 然后呢 档案又很大的话 放Excel 如果超过好几GB 你用MySeaGo 那之前就有一个同学 真的放 真的是 这还跑得动 没有问题 因为他们公司每天都产生一大堆的资料 一大堆的资料 那当然用Excel 可能不太适合 OK 所以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 另外还有蓝数的话 总共可以产生几蓝呢 各位知道总共可以产生 Ctrl向右嘛 有没有 叫向右呢 它是XFD 总共是几蓝呢 这个数字 好 不知道 其实很简单嘛 插入函数 找到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参照函数 它就可以告诉你答案的 哪一个呢 Column 按确定 再确定 好 这个位置就多少 16384 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以后人家问你说 请问一下Excel最多可以插入几列 就刚才1048576 最多几栏 16384 这不是有答案吗 OK 应该可以知道意思了 那也就是它全部 假设1048576 乘上16384的话 就是所有出成格的总数了 那至于是多少 它不重要 应该很多了 可是 如果你还需要不够放 那你可以放资料库 OK 应该可以知道我的意思了 另外呢 Excel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跑起来的效率 可能没有资料库来的快 所以以后如果说逆右 效率上的需求 然后你跑现在跑得很慢很慢的话 而且你也已经做一些 所谓的优化的话 还没办法 那还是建议 你还是把资料放资料库吧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不过又是另外一个技术门槛的吧 所以你会发现 这种技术东西 感觉真的会是一个 需要终身学习的 所以最近好像听那个谁讲 就终身学习 像那个谁 唐共也讲 因为你面临这些挑战 你可能还是要有心理准备 第一个 你要不断学习 第二个 这些东西会不断的更新 因为你可能一个技术 还没学到很熟 它有新的东西又出来了 那你想说 哇老师那怎么办 那我到底还要学 跟各位讲 每个技术跟技术之间 虽然名称不一样 但是 里面大概百分之八九十都是一样的 OK 所以像我之前是教Java Java那就很康嘛 对不对 然后突然又有一个Python 大概我了解Python 大概只有花 大概不到几个小时 我大概就已经 差不多了解它 大概百分之九十了 为什么 因为它基本上很多东西都跟其他的缘 大体上是雷同的 所以我的学习方式是 我就找出它到底有哪一些不一样 一样的我就可以跳过了 这一样跳 跳 哪些有 就沿用 没有就删掉了 所以我就很快的话 就可以对于这个技术了解的蛮多的 第二个呢 我怎么去了解 所以像证照考试有个好处 就是题目很多 反正我每个题目都乱过了 每一种状况都遇过了 那我基本上 我又可以掌握它更多的 可能的一些 这个程式传解方法 然后再来就实际上工作 试试看 用用看 慢慢发现 好像你又可以掌握得更全面了 OK 通常不太会直接看那个理论部分 因为理论部分看再多 感觉好像倒不如你实际上是弄一遍 还比较踏实一点 所以有些东西 我反而觉得我诚实写一写 我再去看别人的书 不然的话我觉得 很多东西说真的 讲得太虚了 虚无缥缈 所以很多时候 还是建议你先动手做吧 OK 等到你实际上遇到问题了 那你再去把那本书 当成是 怎么讲 有点是说明手册 那说明手册没有人说 从头到尾把它读完的 而是当你有哪些问题 不会的部分 你再去针对那个说明手册 去查看看 有没有类似的答案 这样就OK了 所以千万不要把电脑书当成是一般的读物来 从头读到尾 如果你是这样在读电脑书的 那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大的 误会 OK 因为那里面写的真是完全没有 没有任何的趣味性可言 而且没有情感可言 然后写的又不是很通顺 用词也不是很华丽 对不对 好像也没有 反正就是一个说明书 对不对 OK 所以这边说 电脑书 它不能跟一般的书 相提并论的 OK 所以大概这样 反正我比较喜欢看 人家拍的影片 影片至少还有人说明 还有说一些话 然后还有一些动作 然后马上看到 原来这就是我要的 这样就OK了 而且做完你就会了 其实倒也不用说 还要什么追根究底 这有必要 但是不需要说抓那么 慢慢慢慢 也许你做 会了 做完了 也许你慢慢就懂为什么 但是如果说你都还没有做过 你跟你讲一代理论 其实很多都是虚无缥缈 OK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这个地方 我们第一个需求 这有点复习 再按下去把这边 这个实际上是移书重复过来的 然后把它分割 分割了这个动作 怎么做 基本上的话 其实我们前面程式有写过 在哪里 在单元的第二 里面的哪一个地方 326里面 我记得前面我们有做过类似的东西 所以其实你可以参考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分割 工作表 我就用筛选 而且几乎 甚至你可以把这一段复制贴过去改都没关系 其实好像也没什么改到 那 我上一半还讲 里面程式大概把重点跟各位讲一下 首先第一个 我们说 for i 等于第几列到第 这个第几列到第几列指的是哪里呢 指的是这个 我们移书重复的 第二列到第七列 所以for i 等于第二到七 然后后面的话 就是每新增一个工作表 到最后面 名称改一下 改成哪一个呢 改成n 栏 所以这n 有没有 的i 列 所以先把菜头 先新增一个 然后再把名称改成菜头 再来的话呢 用autofilter 然后面的话呢 你就加什么 加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的话呢 是叫做哪一栏 那这个fill的冒号等于 其实是可以不用加没关系 加跟不加都没关系 我前面讲过嘛 如果你是按照他的顺序加的话 那你没有没关系 那所谓的那个顺序 这个这个序纸如果在这边 它不会出现 如果把它删掉 空白线有没有 第一个他要问你 有没有 这里面就是他里面 autofilter 所需要给他的参数 那如果你是按照顺序的话 你直接跟他讲 第三栏 那资料从哪边来呢 从这个地方来 从哪里 从这边嘛 所以你会发现从 这个 序纸1里面的 n 意思就是从这边 就是菜头的意思 序纸1指的是第一个工作表 的 这个 这个储存格 那就把它筛选过 然后呢 并且帮我记得 最后把那个序纸 点这个可能加一下 ok 然后把它copy 一样的东西 把它copy copy到哪里呢 copy到我现在新增的工作表 A1上面 然后再来的话呢 把游标放上去 并且取消筛选 取消筛选就是再加一个auto filter 后面不要加任何的参数 就是取消筛选 然后这样的话呢 很快就把资料全部做完了 那删除的话还记得吧 关键的地方就是哪一个工作表 有没有 就i 其实跟刚刚那个ros很像 而且 有个地方也很像 哪里呢 有没有发现 反向回圈 for i 等于什么呢 我们刚刚是最下面一列 到第二列 那这个是什么 工作表的总数 意思说如果几个 反正我只要删除剩下一个总表就好了 那这边的话就是 shits.com 特别是哦 这个工作表里面 有几个数量的话 你可以用shits.com 到第二个 后面记得哦 关键的地方来了哦 一定要加这个step-1 因为我发现 很多同学写程式都会忘记这个 为什么 因为自己习惯写完 不过特别是说 如果你是颠倒的话 一定要记得 加一个step-1哦 OK 不然的话呢 你会发现它不会跑 为什么 因为它预设是step-1嘛 所以它是 最多那一个 所以 顶多是先删 删到最后那一个 然后下来就不删了 为什么 因为再加1就没有了 就离开了 那其他的话就是 displace-a-learn 一定要加 所谓的displace-a-learn 就是它问你说 要不要删除 不过好像新版 没这个问题 好 知心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来把它修改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什么 把程式改成 用什么了 我今天希望想要找谁 找那个老王 比如说我今天 请输入那个业务名称 那我就把那个老王 给输入上去 按个确定老王就出现了 有点像是我今天要查什么 其实这个就等同是 在e-sale里面做什么查询系统 一样的道理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有个 资料总表 那你要针对这个资料总表的 第几个栏位 去做资料的查询 OK 那你可以针对单栏查询 也可以针对多栏查询 那我们先做单栏好 我们先也先不要那么大 那如果我输入之后的话 按确定我希望得到结果是什么 帮我把老王的所有资料 通通放在一个新的工作表里面的话 这个城市该如何撰写 其实跟各位讲 这个城市可以拿刚刚的城市拿来call就好了 只是差别是什么 刚刚那个城市是跑个回圈 把里面所有的业务通通都做过 但我现在不是 我现在只要针对我输入的那一个 帮我产生就好了 所以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我现在按确定你会办 这个地方老王就出现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城市撰写的方法 其实第一个你会发现它城市 少了什么东西 你可以发现第一个我们不用回圈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把中间的这一二三四 这五行城市把它复制贴过来就好了 不用回圈 可是问题来了 我之前是从哪个工作表得到我要的菜头 小咪小张等等的字 那现在我怎么办呢 现在请你把它改成所谓的 用X等于Input Box 所以特别是我们刚刚按下去 不是会跳一个什么 跳一个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的话 实际上就是所谓的什么Input Box OK 所以特别是Input Box 就可以直接 不过特别是这个Input Box 它的优点就是说程式非常简单 但缺点它没有弹性 就是只能跳一个 你不能说老师那如果今天希望 让它输入两个文字方法怎么办 那很简单 你第一个X 第二个就用Y比较好 OK 应该可以懂 可是你说老师 那问题是我希望呢 我希望那个一个画面上面 像什么 一个视窗上面 要两个输入文字方法 跟各位讲 那这个时候你就自己要做表单了 OK 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也说如果我们现在是简便的话 可以用Input Box 但是如果你要做复杂的话 请你自己在画 有印象吗 我入门班不是有做那个表单 可以自己填的人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自己填 但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做单一 一个条件 所以我们暂时不要用那么复杂 除非呢 我们要做什么 多蓝的查询 或多条件查询 那也许我们再考虑 用表单看看 那你说用表单怎么做 很简单嘛 他填的那个test box的东西 把他丢到哪里丢到X就好了 OK 应该可以懂个逻辑吧 只是说这个要怎么串 可能要思考一下 就是输入来源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有资料之后的话 接下来做什么 这个我把它切过来 切到这边 那我就给他一个名称 那这个名称的话 比如说我叫老王 那老王 这个 刚好有一个 他有一个 讲那个股票分析的 蛮有名的 叫老王 什么 杨益雲 知道吧 他就是我 很早以前 刚 在东吴 交电脑的时候 好像第一届 还第二届的学生 OK 好 好 那 Enter过之后的话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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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 如果输入一样的名称 要怎么办 处置方式 该怎么做比较好 OK 其实我想到的 其实 如果站在user 端的角度的话 为什么user 会再重新查一次 那个你的资料 应该 大部分都是他要捞新的资料 对不对 所以他才会再查一次 也就是如果说他的需求是这样 假设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应该如果他输入一样的名称的话 那我就应该把目前已经存在这个老王怎么样 删掉 再帮他重新查一次 诶 这样比较合理吧 诶 可是问题 这个该怎么做 这个也许需要去想想看 那我把这停一下 这个再删一下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如何去筛选业务 特别注意 第一个 把这个input box后面加 请输入业务名称 这个将来会在那个input box上面显示 接下来会得到一个x 比如说老王 老王就放进来 那我一样先在那个后面插入一个新的工作表 那把x放到哪里呢 特别注意哦 去着点看 本来后面是哪一个工作表 哪一个除权隔离 本来是之前是跑回圈 把菜头拿过来放到这 那现在是因为输入 所以直接把x放到它的名称里面 那再来一样的动作 就是我们针对这个范围去做autofield 第几栏呢 第三栏 找什么东西 特别注意哦 这边又有x 找老王 然后呢 并且帮我把它call到a 这个新的工作表的a1 OK 那call过来有两种写法 我们刚刚好像有写这种写法之外 我们原来是写这样子 写成什么 写成这样子 那个范围 有没有 点copy 那除了这种写法之外 另外还有一种写法 就我刚刚讲的 就是刚刚看到那个方法 我们先写这个好了 然后autofield 然后把游标切回来 并且取消筛选 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呢 我们再找另外一个 我们要找一样 找英雄好了 OK Enter 英雄又出现了 好 待会再来看 如果说我要防呆 所谓的防呆 要防止哪些问题发生 刚刚第一个 怎么样 如果你查询的时候 假如查询的名称存在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还有什么呢 如果你按下他的时候 假设他直接按确定 那会怎么样 那会坏掉 因为没有 你应该给他一个名称 可是名称里面就是空的 那这样一定会产生错误 有没有 所以呢 如果他没有输任何名称 也要把他挡下来 这第二个防呆 第三个防呆可能是什么 如果他查的有没有 这个假设 不是啦 他要查的东西 如果比如说我今天让他查什么 假设有输入东西 可是我今天是输入什么 输入老张 老张的话 里面有老张吗 里面也没老张 所以如果说呢 按下确定 现在要不要查 会有老张 可是里面是空的 也就是说第三种防呆 如果查无资料的话 那你就不应该怎么样 让他继续往下跑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第一个部分是 如何建立单一个 这个 这个资料 我是把它放在 这个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段 刚刚讲的这一段在这里 在云端的第二页 我们可以试一下 画面先切画面 各位 好